破轮很难溜 才怪 其实学会这三招 祭司也能溜破轮 欢迎大家来到超神匹格场 有的人认为破轮不好溜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破轮的追击速度太快了 变成轮子状态下 破轮飙车速度是庄园第一 连小丑都望尘莫及 而且被破轮撞到 求生者身上还会插上刺 扎满刺后 求生者会直接倒地 所以很多小伙伴觉得破轮很难溜 祭司想溜破轮 只要学会三招就够了 第一招 翻窗躲刺大法 破轮的优点就在于 他的轮子形态 玩破轮的玩家 一般会变身为 轮子的状态追击求生者 但轮子形态只有扎到三根刺 求生者才会直接倒地 虽然轮子移速比较快 但是在该状态下 任何交互动作 都是没法做的 像翻窗 破轮只能恢复正常形态才能做 所以玩家可以来回翻窗来 躲避破轮的追捕 在有长窗的情况下 破轮只能选择绕路 或者恢复正常形态追击 第二招是穿河打动大野 破轮变成轮子状态后 走直线是比较简单的操作 但是如果是在原地绕圈 这就非常考验破轮玩家的开车技术了 而且破轮开车 是没办法穿过祭司的井盖的 玩祭司的小伙子 如果是在月亮河公园遇到破轮 一定要用隔阂打动的方法 穿过月亮河 这样破轮如果要穿动追击 就要被迫变回人形状态 当破轮恢复原状时 身边会有黑雾缠绕并有一定的延迟 所以要实时观察破轮的变化 当破轮变成正常形态 那么求生者就可以隔着板子和破轮转圈圈了 第三招 在地窖口附近打远程洞 在游戏中祭司一旦发现地窖口 一定要在地窖口附近开一个远程洞 不但自己能通过远程洞跑到地窖口 而且队友也能在被监管者追击的过程中 及时传送到地窖口 虽然监管者只能对着远程洞打求生者的残影 但他们无法通过远程洞传送 所以求生者就算远程倒地 也都有足够的时间爬起来 而监管者往往因为无法通过远程洞传送 而被祭司牵制了大量的时间 当破轮再次赶来时 容哥哥的祭司早就爬起来 并且在监管者的眼皮底下 跳地窖逃走了 学会这三招祭司可以妥妥地溜破了吗 两只乌龟 两只乌龟 跑得快 跑得快 一直没有鬼 可还带着土耳朵 真奇怪 真奇怪